社交恐怖症怎么治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云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社交恐怖症是可以使用一些药物 它主要想起到一个抗焦虑的作用 当然只要是药物治疗 都是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下才可以使用 所以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要随意用药 药物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第二个就是对于药物治疗的整个过程 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些评估和监测 因为焦虑障碍包括社交恐怖症 它也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反复 或者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有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耐心 即使有的时候症状好转 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巩固的一个过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